他投下上半生所赚到的钱 50岁值冒险将人机罕至的高山 打造成著名的圆顶游乐园 他城市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人 与何鸿森、叶汉及田乐园 并称亚洲四大赌王 大家好,我是谁?我中央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圆顶创办人林悟彤的故事 1918年,林悟彤出生于福建安西 共有兄弟姐妹七人 而他则排行第五 林悟彤的童年多灾多难 六岁开始念书 12岁时哥哥找事 16岁时父亲去之后 身为家中最大难盯的他 被迫错学挑起养活 一家七口而中任 因为父亲生前是做菜籽成衣的 所以林悟彤就从卖菜籽开始 他向亲友借了两元钱 从做买菜籽的本钱后 便开始了做生意的路程 去市场卖货的第一天 天刚蒙亮 他就跳着货丹出门赶赴市集买卖 虽然不是第一次走这条山路 但是林悟彤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他见仅伤情 突然想起一小时后 他经常回父亲去市集 一路上 他总是一边蹦蹦跳跳地 跟在父亲的身边 一边大声地背诵 心学到了古文 而听父亲已逝 在这条原本充满欢笑的山路上 再也没有他那 红亮双蓝的 笑声的 身上的货单早已把肩膀摸破 脚底也抹起了水泡 以前 父亲从来不让他帮忙挑单 今天他才真正体会到了 父亲的艰辛与劳苦 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山路 大达施行后 林悟彤早已 鸡赏润露 随便可能肯几口硬邦邦的干粮 并开始了他第一天的生意 他在人来人往的市集中 站了整整一天 却没有人在关注这个满脸之气的 瘦罗少年 你看这太阳西纯 林悟彤却连一颗菜种子 也没有卖出去 这下他才明白跟在父亲背后是一回事 自己独当一面又是另一回事 使得他又饿又渴 孤独委屈 一下子涌上心头 他蹲在地上 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出事受挫后 当晚 筋疲力尽的林悟彤 躺在床上 辗砖反侧 一种只肯内心的耻辱和挫折感 深深的烙印在心中 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真切地体会到了 生活的艰辛 想想一家人都指望着他 来维持生活 眼泪不尽 速速而下 过了很晚 林悟彤终于进入了梦乡 梦中 他听见父亲对他说 童儿别怕 只要活着 希望就算 也许是梦里 父亲的旨意 激发了林悟彤的信心 第二天 天下美亮 林悟彤就起床 上路了 山路漆黑而湿滑 但是林悟彤却丝毫没有感到害怕 仿佛父亲就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自己 就这样苦干两年后 他赚到了一百多元 把父亲的债务全数还清 当时国内政治 抗日战争时期 19岁的林悟彤为了赌一个前程 凑几度费 飘扬过海来到马来西亚 离别前 母亲再三盯住 人在异乡 凡事都要容忍 不能与人 发生生殖 更不可与人 动武 母亲的话 被林悟彤牢牢记在心里 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打工两年后 林悟彤开始试着独立做 建筑承包业务 1940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身在医生和林悟彤 十分担心家人的安危 于是 他放弃刚刚萌芽的事业 冒险回到家乡 离乡与亲人团聚的 七个月又七天 虽是在战乱中度过 却是林悟彤一生中 最快乐、温馨的日子 当时在内心深处 他希望能够留下来 从过以往平静的 乡村生活暗局时的恶化 逼迫林悟彤放弃这个打算 生活举步违禁的他 当机立断 重返马来西亚 他回忆时说道 倘若我当时犹如果断 肯定赶不上 日军实施出入管之前 最后一艘离开厦门的船 从而永远扎根中国的 那我一生的机遇 也肯定会完全不同 让他痛心的是 这次的码头之别 进城的他与母亲的诀别 去到马来西亚四年后 他的母亲便与世长迟 期间 母子从未见面 再度离乡的途中 林悟彤对自己 做了很多的思考 他决定振作起来 要看出一番 让母亲和家人 引以为荣的事业 几年后 他做起了母亲生意 渐渐累积了一点资金 二战结束后 马来西亚剩下一片飞蛆 正是百叶带心之际 林悟彤抓住商机 把自己全部家当 投入到机械买卖 并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5000多万马币 1964年 林悟彤参与了 金马龙高原的水坝工程 在一次商务酒席的间隙中 他来到市外散步 看到远处的群山 便突发奇想 何不在山上 建立个乐园呢 于是林悟彤开始筹备 打造他的云顶王国 这是林悟彤人生的第三次豪赌 第一次100元豪赌 下南洋 第二次全副家产豪赌 机械买卖 第三次50岁高龄豪赌 开发云顶高原 然而这次赌数很大 不仅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还差点把命都赔了 在人机罕至的高山开发 首先要解决上山的问题 路 修这样一条路 马来西亚政府当时说 要花15年 但林悟彤认为 6年就可以完成 实际上 他只用了3年 替建云顶山路 是林悟彤整个失业生涯的 关键之战 如果公路建不成 不但云顶之梦化为泡影 他的整个失业也将随之沉沦 所以无论多苦 他都是一马当先 以至于不顾个人安危 期间 他先后6次 霍英大树突然倒下 泥土突然塌方 汽车差点掉下悬崖 而与死神擦肩而过 为了云顶 林悟彤头下上半身所赚到的钱 从1965年开建到1971年的营业 整整七年 云顶只有支出没有收入 他个人的健康也曾经几次亮起 红灯个为艰难的事 当他邀请一般好友投资入股时 却被人嘲笑 他是个疯狂的人 但林悟彤从未名声过 所以他习惯在别人嘲笑中前行 1969年3月31日 是云顶发展时尚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云顶第一间酒店正式天机 在林悟彤的设想中 他的云顶王国不能没有赌场 但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是禁赌的 于是他开始努力游说官员 最终政府批除了他 在云顶高原开办赌场的计划 原因有三 国内有合法赌场 可以打击非法赌博行为 云顶在山上 哄行路线容易进行保安管制 作为创新式娱乐场 可促进国家旅游业发展 经过多年开发 云顶拥有多国特色风味的 室内外餐厅和高尔夫球场 以及琳兰满目的娱乐及消遣设备 虽然遭受疫情重创 倒可否认云顶为促进本地流业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宁童是生活的强者 自幼他就经历了同一人难以承受的苦难 但生活间先没有让他心灰意的 他牢牢抓住求生的绳索 在不遗的经商途中 勇敢的尝试着 作为一个商人的他明白 只有自强不息勇往之间才能取得成功 只有自强不息敢于挑战才能不断进步 只有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才能不断开阔进取 只有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感谢大家收看 更多人物与世 别忘了关注这个不重要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